在这个吹意盎然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鲜声的气息。 我有幸采访了六位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女性, 师父探讨了她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感受和体验。 这次采访的地点显在了一家温馨的咖啡厅, 柔和的爵士乐在背景中轻轻流淌, 为我们的谈话创造了一个舒适而私密的氛围。 当我走进咖啡厅时,阳光正从落地窗洒进来, 为整个空间度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点了一杯香草拿铁,香浓的咖啡香气饮料在鼻尖, 让人不由地放松下来。 随着一位位受访者的到来,我们的谈话逐渐深入, 探讨着那些平常难以启齿,却又至关重要的话题。 第一位受访者是28岁的李婷, 他身着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 顶着一种清新可人的感觉。 作为一名年轻的白领, 他对亲密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对我来说,亲密不仅仅是身体的接触, 更多的是心灵的交流。 他分享道,当我的伴侣用微柔的目光注视着我, 轻轻抚摸我的后背时, 我能感受到被爱和被珍惜的感觉。 那种温暖和安全感是无可替代的。 李婷特别提到了腰部被触碰时的感受, 她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羞涩, 那是一种既舒服又一点小紧张的感觉。 如果是我细认的人, 这种触碰会让我觉得很放松, 仿佛所有的压力都被抚平了, 她补充到。 但如果是不熟悉的人, 哪怕只是不经意地触碰, 也会让我感到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尊重很重要, 要在双方都舒服的前提下, 才能进行这样的亲密接触。 谈到更私密的话题时, 李婷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韵, 但她依然坦诚地分享道, 在那些特殊的时刻, 我最喜欢的是她温柔地亲吻我的脖子和锁骨。 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一股电流从被稳的地方传遍全身, 让我感到既兴奋又安心, 她顿了顿。 继续说道, 我也很享受她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身体, 特别是当她的手掌附在我的腰间时, 那种被掌控, 却又被珍惜的感觉, 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第二位受访者是35岁的张美丽。 她穿了一件灰色的职业套装, 给人一种概念而优雅的感觉。 作为一位已婚多年的女性, 她对亲密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来越意识到亲密不仅仅是激情, 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和支持。 她笑着说, 当然, 身体的亲密接触依然很重要。 比如说, 我特别喜欢我丈夫从背后环抱着我的感觉, 那种被保护和被爱的感觉, 让我觉得很幸福。 张美丽分享了一个令她难忘的经历。 有一次, 我和丈夫在海边度假。 那一条晚上, 我们在沙胎上散步, 她突然从背后抱住我, 亲亲吻我的后颈。 海浪的声音, 微凉的海风, 还有她温暖的怀抱,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说到这里, 她的眼神变得柔和, 那种被爱包围的感觉, 真的很美好。 谈到更私密的话题时, 张美丽略写害羞, 但依然坦诚, 在那些特殊的时刻, 我觉得眼神交流很重要。 当我们四目相对时, 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爱意, 那种感觉比任何语言都要动人, 她补充到, 而且前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喜欢她慢慢地, 微柔地爱抚我的全身, 从脖子到腰间, 再到大腿内侧。 那种对珍惜的感觉, 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张美丽还提到了一些她觉得特别舒服的部位, 比如说, 当她轻轻抚摸我的后颈时, 我会感到一阵苏玛, 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还有就是阿后, 那里很敏感, 她的清冷会让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说到这里, 她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韵, 这些细微的触碰和清冷, 都能让我感受到她对我的爱和珍惜。 第三位受访者是22岁的大学生王小云。 她穿了一件大号的卫衣和一条牛仔裤, 头发扎成一个俏皮的马尾, 整个人洋溢着青春活力。 作为新一代年轻人的代表, 她对亲密关系有着更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亲密关系应该是平等和自由的。 她说, 我喜欢和男朋友一起探索新的事物, 包括在亲密时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 王小云分享了一次特别的经历。 有一次, 我们尝试了一种新的姿势,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我能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每一寸都在站立, 只像是触电一样, 它补充到,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都在交流, 确保彼此都感到舒服和愉悦。 这种互相尊重和关心的态度, 让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了。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亲密接触方式, 王小云显得有些害羞, 但还是大方地分享道, 我其实很喜欢她用嘴唇轻轻触碰我的身体各个部位。 从我摞头开始, 然后是眼睛, 鼻尖, 嘴唇, 一路向下。 那种轻柔的触感, 让我感觉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都在被珍惜, 她顿了顿, 继续说, 还有就是, 当她的手俯过我的腰迹时, 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真的很让人着迷。 王小云还提到了一些她和男朋友尝试过的新鲜事物, 有一次, 我们尝试了蒙眼, 失去视觉后, 其他感官变得一场敏锐, 她的每一次触碰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甚至连她的呼吸声都能让我全身站立。 那种完全信任对方, 把自己交给对方的感觉, 真的很奇妙, 第四位受访者是42岁的陈静, 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针织衫, 给人一种温和而知性的感觉。 作为一位成熟女性, 她对亲密关系有着更加理性的看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来越意识到亲密关系中情感连接的重要性。 她说, 虽然身体的亲密接触依然重要, 但我更看重的是那些小细节。 比如说, 她会在我工作忙碌时给我垂背, 会在我生理期时体贴地照顾我的情绪。 这些都让我感受到被爱和被重视, 陈静分享了一个让她感动的经历。 有一次, 我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整个人都很紧绷。 我丈夫二话不说, 就帮我按摩起来。 她的手法并不专业, 但那种温暖和体贴的感觉, 让我瞬间放松下来。 当她的手指倾气按压我的太阳穴时, 我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被抚平了。 谈到更私密的话题时, 陈静表示, 在那些亲密时刻, 我最享受的是整个过程中的温柔和体贴。 我喜欢她轻轻地抚摸我的全身, 从脖子到胸口, 再到腰际。 那种被珍惜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 她补充道, 而且事后的温存同样重要。 我喜欢依偎在她的怀里, 听着她的心跳, 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安心。 陈静还提到了一些她特别喜欢的亲密接触方式, 比如说, 我很喜欢她用嘴唇轻轻吻我的后颈, 那种感觉既温柔又充满暗示性。 还有就是, 当她的手掌附在我的腹部时, 那种温暖和安全感真的很美好。 说到这里, 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幸福和满足, 这些细微的接触都让我感受到她对我的爱和珍惜。 第五位受访者是31岁的林月, 她穿着一件简洁的白衬衫和一条高腰裤, 整个人散发着概念和自信的气质。 作为一名职场女性, 她对亲密关系有着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亲密关系应该是相互滋养的。 她说, 在工作中我可能会很强势, 但在亲密关系中, 我希望能卸下所有的防备, 完全的信任和依赖我的伴侣, 林月分享了一次特别的经历。 有一次, 我们尝试了一种新的方式,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唤醒了,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去, 她补充到, 但最重要的是, 在整个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她对我的尊重和关爱, 她会不断地询问我的感受, 确保我感到舒适和愉悦。 这种被珍视的感觉, 让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了。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亲密接触方式, 林月坦率地说, 我其实很喜欢她用舌尖轻轻舔视我的耳垂, 那种感觉气酥麻, 又让人兴奋。 还有就是, 当她的手指叫我的背部游走时, 那种若即若离的触感, 真的很美妙, 她顿得顿, 继续说, 我也很享受她用嘴唇亲吻我的内侧大腿, 那种感觉既温柔, 又充满挑逗性, 林月还提到了一些 她和伴侣尝试过的新鲜事物, 有一次, 我们尝试了角色扮演。 我扮演一个害羞的学生, 他则是一个成熟的老师。 那种角色转换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 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在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自己完全沉浸在角色中, 每一次触碰和轻等都带着不一样的情感。 第六位受访者是38岁的赵芳, 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 长发披肩, 给人一种微柔而成熟的感觉。 作为一位离异后, 又重新找到幸福的女性, 她对亲密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经历过婚姻的失败, 我更加珍惜现代的关系。 她说, 我觉得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和支持。 在那些私密时刻, 我最享受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和温柔。 赵芳分享道, 现在的伴侣很懂得照顾我的感受。 她会用微柔的抚摸和亲吻来唤起我的感觉, 会耐心地等待我进入状态。 这种被尊重和被珍惜的感觉, 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她补充道, 而且她总是能找到让我感到舒服的方式。 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 只是一个眼神, 一个轻浮, 就能让我感受到无限的爱意, 谈到具体的亲密接触方式。 赵芳害羞地说, 我很喜欢她从背后抱着我, 然后慢慢地清冷我的后颈和肩膀。 那种被包围和被爱的感觉真的很美好。 还有就是, 当她的手掌轻轻抚过我的腰肌和臀部时, 那种若即若离的触感真的很让人着迷。 赵芳还提到了一些她特别喜欢的前夕方式, 我很享受她用嘴唇和舌头在我的身体上游走的感觉。 从耳垂开始, 然后是脖子, 锁骨, 一路向下, 那种湿润而温暖的触感真的很美妙。 每一字触碰都让我感到一阵苏玛, 她的眼神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还有就是, 当她用手指轻轻抚摸我的大腿内侧时, 内容若即若离的感觉真的很燎人。 赵芳还提到了一些她和伴侣之间的小情趣, 有时候我们会玩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 用冰块或者蚁毛在对方身上游走, 那种冰凉或轻柔的触感真的很刺激。 还有就是蒙眼游戏, 失去视觉后, 其他胆观变得异常敏锐, 每一次触碰都能带来触电的感觉, 谈到最让她胆得满足的时刻。 赵芳说,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 是每次亲密接触结束后, 她都会紧紧地抱着我。 那种被珍惜, 被保护的感觉, 真的让我觉得很幸福。 有时候, 我们就这样逍遥而眠, 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 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 通过这六位女性的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 在亲密关系中, 女性不仅仅看中身体的愉悦, 更看重情感的交流, 和被尊重的感受。 她们渴望被微柔对待, 希望在亲密关系中找到安全感, 和被爱的感觉。 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随着年龄和经历的不同, 女性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需求, 也在不断变化和深化。 笔停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年轻女性, 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和好奇。 她对腰部被触碰时的描述, 展现了女性对身体接触的敏感和矛盾系里。 这种矛盾体现在, 既渴望被触碰, 又害她被冒犯, 反映了年轻女性, 在亲密关系中的纠结和成长。 张美丽的经历, 则展示了已婚女性, 如何在长期关系中保持激情。 她对海边那个浪漫时刻的描述, 让我们看到了成熟女性对情感和分媒的重视。 她提到的眼神交流和全身爱抚, 也反映了已婚女性对前戏和情感交流的渴望。 王小云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 她对新鲜事物的开放态度和尝试精神, 展现了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探索欲望。 她提到的蒙眼体验, 反映了年轻人对信任和刺激的双重追求。 这种勇于尝试的态度, 也许正是年轻一代保持关系新鲜感的秘诀。 沉静的分享, 则让我们看到了成熟女性对情感连接的重视。 她提到的那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如帮忙按摩、照顾情绪等, 反映了长期关系中如何通过日常的体贴来维持亲密感。 她对全身爱抚和事后温存的喜爱, 也展示了成熟女性对温柔和安全感的需求。 林月的经历展示了职场女性如何在亲密关系中放松自我。 她提到的角色扮演经历, 反映了现代女性对于探索自我, 突破常规的渴望。 这种尝试不仅能带来新鲜感, 也能帮助伴侣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和喜好。 赵芳的分享则让我们看到了 经历过挫折后重新找到幸福的女性, 如何更加珍惜当下的感情。 她对细腻触碰的描述, 反映了成熟女性对温柔和体贴的渴望。 她提到的那些小游戏, 也展示了如何在长期关系中保持新鲜感和激情。 这些真挚的分享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 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感受和需求。 她提醒我们, 在亲密关系中, 尊重、理解和细心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轻柔的抚摸, 还是深情的凝视, 都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 同时, 这些分享也让我们看到, 女性对亲密接触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有人喜欢温柔的抚摸, 有人享受激烈的探索, 有人重视前夕的温柔, 有人喜欢事后的温存。 这提醒我们, 在亲密关系中, 沟通和理解伴侣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 这些分享也反映了女性对于身体自主权的重视。 无论是李婷对未经允许的触碰的反胆, 还是王小云强调的在尝试新事物时的相互尊重, 都体现了现代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的认知。 这也提醒我们, 在亲密关系中, 尊重伴侣的意愿和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 这些分享也让我们看到, 亲密关系不仅仅是身体的结合, 更是心灵的交融。 无论是张美丽提到的眼神交流, 还是赵芳描述的那种被珍惜的感觉, 都体现了女性对情感连接的渴望。 这提醒我们, 在亲密关系中, 情感的交流和共鸣同样重要。 采访结束时, 阳光依然温柔地洒在咖啡厅的每个角落, 每位受访者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的笑容。 仿佛在分享这些私密经历的过程中, 他们又一次重温了那些美好的时刻。 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真诚分享, 这些宝贵的经验, 无疑会给许多人带来启发和思考。 走出咖啡厅, 吹日的微风轻浮面颊, 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花香。 这次采访让我深刻体会到, 爱情和亲密关系就像这春天的花朵, 需要用心呵护, 用爱浇灌, 才能绽放出最美丽的姿态。 愿每一个人都能在亲密关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与美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谢谢大家。